今天的中午天氣悶熱 在戶外活動的朋友都會感覺到 這水分的補充非常的重要 尤其像中南部地區的陽光的紫外線 可都達到了過量 甚至接近危險等級 那我們就來看看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 我們出門去或在家裡面 要注意什麼了 先來用時間點告訴大家 第一個 晚上的時候有霧 哪裡有霧 馬祖有霧 金門有霧 因為封面剛好就在馬祖北方的海面 所以晚上有霧之下 能見度差 行車的朋友要注意 包含了哪裡呢 包含了臺灣的西半部地區 可是到了早上的六點鐘的時候 天氣涼涼的 氣溫的部分在中部以北是二十三度 所以溫度的形態來說 在一大清早要騎車的朋友 穿著方面還是要加件 薄的外套有點涼意 不過中午的溫度高 溫度形態來說 到了中午時刻 從北到南可都到達三十二度的高溫 所以中午仍然是一個悶而熱的天氣 不過空氣品質的狀況 污染物在傍晚時刻是最嚴重的 所以在整個西半部地區的空氣品質 都會明顯的偏差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今天仍然要 還有明天仍然要注意防曬 但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中部以北要轉雷震雨樓 時間點大約從週三的晚上開始 因為封面要略微的往南移動了 就來看一下真是色彩的雲圖了 從雲圖上面先來注意雲層 先可以注意到從江南地區到華中地區 這邊有大片的水汽帶 正在發展當中 這裡就是一道完整的封面雲帶 而整個水汽移動的方向 來說在臺灣北方海面 今天晚上有一些雲帶通過 所以零星的一些雲層 在進入的過程當中 今天晚上的北部地區 還是偶爾有時候會有點局部的 短暫雨 在北部海岸線 在桃園海邊部分 有機會出現 那接著我們來看到彩色雲圖了 雲圖上面可以注意到 主要的水汽發展 主要就在長江流域 而封面帶的位置 在明天開始會略微的往南移動 而時間點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水汽進入過的過程當中 會通過北臺灣 所以中部以北在明晚到後天的時候 就容易會有些局部的陣雨或雷雨 不過到了禮拜四下午以後 水汽走了 禮拜五的時候封面的水汽 又再往北臺升到長江流域 而整體來說 五六日到這個週休假期 都是屬於晴朗而穩定的天氣 但溫度會上看到三十四度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可以看到 封面雲帶已經略微的往南移動了 水汽的方向來說 在明天晚上會開始接近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溫度的狀況 在白天的溫度狀況來說 馬祖伴隨著有雷雨 溫度下降 金門多雲時勤 澎湖地區的中午高溫接近三十度 臺灣本島部分三十一度 三十一度三十二度的高溫 都是多雲時勤 東半部地區早晚雲亮多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中午天氣熱戶外活動 記得補充水分 還有西部外島夜晚容易有誤 晚上行車方面要小心